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國科學人雜誌就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宇宙有一個噴在那裡 噴啊 它不是噴啊 噴 一個聲音在那裡 要找回這個回音 那事實上這一種這樣的研究 應該是否跟我們那個 澳安斯坦的廣言相對論裡面講的 重力波有關的 是的 其實是的 這裡很有趣 雖然是科學回憶錄 但是就跟一個我們很新的發現有關的 包括現在台長show出來的一個科學人雜誌的文章 因為我們在近年 就多了很多這個實驗測量的手段 來去研究這個重力波的現象 甚至乎在最近 我們相信是會找到一些 宇宙比較早期留下來 超低頻的那些重力波信號的 就是一些殘留的信號給我們 那現在就等待我們未來去研究 到了它研究成果發表的時候 有些事情我們要放回科學生去講的 那這一座的理論本身是源自在奧安斯坦 它當年去想那個廣義信號的時候 有一個預測的 是不是這個宇宙最初它那個人形成的時候呢 其實會有一個震波 是重力波 一直殘餘到現在呢 應該這麼說 在整個宇宙學研究裡面呢 只要那樣東西 是能夠在宇宙初開的時候出現呢 照計它都會有一些 魚波 一些殘骸是留在這裡給我們量度的 那譬如我們有什麼 對於宇宙比較初形成的信號已經量度到啊 那譬如說在宇宙生成的30萬年的時候 30萬年聽了很久啊 但是對於宇宙年齡來說是很小的 那就是找到它那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信號 那好了 有沒有一些是準備去找 但是又沒有找到的呢 那因為我們知道了 不要去到宇宙30萬歲的時候那麼後了 早一點的時候 可能宇宙是頭那幾分鐘 幾秒鐘的時候 那其中會出現了一些叫做很多的核反應產生的時候呢 照計是有一些由宇宙最初的那批核反應流出來的叫做中微子的信號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有人就說有一個叫做Neutrino Background 那可以幫我們量一下宇宙更早的時期發生的那些事 但是呢 如果你再想遠一點 對於那個重力牆自己本身 它也是一種可以在宇宙生成 更早更早 早到就是比一秒更加短的 一個秒的其中一個小小百分比的一個時間 就已經可以它的信號流出來 就無遮無擋 給我們今時今日看到了 所以我們會說 宇宙初生的重力波信號 流出來是怎樣的呢? 到今時今日 會不會又給我們量度呢? 我們希望去找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HOM是一個比喻來的 它的比喻是一種 你自己弄這個聲音的時候 你都要把自己壓到很低音 其實不是HOM 是HOM 就是講一種很低沉的聲音 頻率很低的聲音 我用聲音這個字也有些錯的 其實它講的是一種震動 這種震動未必是一種聲音機械震動來的 而是講一種重力長的震動 所以其實我們上次去報導那個 梁這個重力波的時候 我們會說 我們其實接下來是要邁向一個 重力波宇宙學 重力波天文學的研究世紀的 那這件事呢 在這個集集中 又拉到中國一邊 就說呢 其實中國那裏呢 有一個都有相應的團隊去研究這件事 就是Pulse Time Array Team 但是呢 它認為現在和美國方面呢 就不是很合作 但是呢 它的問題呢 就是中國呢 那個在貴州的天文望遠鏡呢 就很適合做這件事 所以呢 現在大家合不合作呢 構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他們就說這份集集上次去訪問那個中國的團隊呢 就不理他 那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那大家呢 不知道記不記得呢 我們在那上幾個星期的時候呢 去公佈就說 哇 那個星期就有兩大宗 這個天文宇宙學重大的發言 其實其中一宗呢 就是在講這個 宇宙低頻重力波那個的發言 它在那個發言裡面呢 是需要是藉著研究很多宗子星它的信號 去量它那個信號的周期 然後就幫我們從這個數據去嘗試找回背後的那些重力波干擾 所以中國的那個超巨型的地面望遠鏡 是一個研究宗子星信號的一個極好的工具來的 它是超越了那個在波多黎國Aresibo的那個規模 而且是Aresibo的那個望遠鏡現在是報了廢了 用不了了 所以你說暫時世界上最領先的這個單一大型座地的 這種這樣的radio telescope呢 中國貴州那個是最大的 他們也都曾經試過用了他們的天文望遠鏡 去找到新的宗子星 而且它也都有能力找到更加多新的 因為他們更加弱的信號都能夠量得到 如果再將它用來去做一個天空上面的宗子星 去做一個總體的統計 去幫我們找一下背後是穩陷著一些什麼的重力波擾動呢? 這個大家都沒有意義的 就是一個極好的儀器來去做這件事 就是我們知道 美國知道 中國都知道 所以它是知道自己有barkening power 那我就覺得 我也都甚至估計 這個就是他們不多願意跟別人合作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想做大佬 那這件事 我覺得看到這次的這個文章 也是 我記得在上次那一集我有提過的 我們就說 大家如果是合作研究的話 就應該大家在同一個新聞公佈 同一時間公佈的成果 大家參加同一個新聞發佈會 但是在這宗新聞公佈這個低頻重力波的發言的新聞裡面 中國是跟其它外國的多國團隊脫離了自己 在自己那裡發表 就不參加共同發表 但是他們在整個研究過程裡面是合作的 但是到發表的時候 他們自己就自成一格的 而且就是 現在這次科學人的文章裡面去追述 那種關係很古怪的 做的時候一起做 但是結果自己就獨立地去發表 那這就是一種很… 是一種若即若離很古怪的狀態 那我甚至乎會說 就是 這種合作能不能夠是建立到一個長期的信任持不持久呢? 我覺得是會有些裂痕在那裡 我看得出 我們不需要用一個杜特的判斷 說這是對還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模式 就是 譬如一百年前 坦克斯坦他去想這件事的時候 在一個寫字桌上想這件事 跟著如果去到量子力可那裡 就是計算的 計算的 但是現在去到一個情況就是 是誰掌握到那個實驗的器材 哪個實驗的器材越是精密 是有用呢 就掌握到整個… 話語權 不止話語權 整個發展是你控制在那裡的 所以我們看剛才兩節 我在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場景 文章那個場景是假的 是編入編出來的 就是說 奧彭奈默去找安斯坦 那為什麼找他呢 就是說 有人 艾伯特拉寫了一條數出來 連反應會弄到整個地球爆了 他自己都計 他自己都計不太計算 那就去安斯坦看看 我們兩個都不喜歡計算的 你懂得計算的 找到Handbar就計算了 在這個角度看 現在這件事 本身是否看到這個科學整個 特別是物理學和天文學本身 其實已經不是在一百年前那種的 有一個人靈光閃去想到這件事情 或者你埋頭去計算那個 而是誰做到一個很精緻的望遠鏡 很精緻的探測器 很精緻的粒子對象器 誰人就能夠掌控到那個研究方向呢? 我想在很多領域都是的 就是你以為如果最後實驗做不到 很多的那種想法都是天空流角而已 你說就算講剛剛這兩個星期 炒得很生氣的LK99超導體 我在節目都有講的 實驗做不到 你其他的人 理論上講到上天都沒有用 在那個天文學宇宙學都是 沒有實際的去觀測去應對 整個學問也都沒有意思 虛無飄渺的 這個也都是解釋了就是 那些這樣的超原理論 玩了幾十年了 最後現在就是大家越玩玩 玩到不玩了已經 因為沒有實驗可以對得到 也都沒有一些其他新的數據發現 是去呼應它的那些這樣的理論 那麼現在呢 重力波的那個天文學呢 我們講重力波其實講了很多年 你想一下 從愛因斯坦1916年廣義相對論 它已經預視了有重力波的這件事情 到我們真的量度到重力波呢 隔了一百年的時間才能夠去驗證到 所以很多最後就是以前的人講下來的那些東西 現在其實是時候就慢慢一一由實驗那裡去驗證 那你能夠在整個的廣義相對論 或者整個重力論裡面 是能夠起到一個帶頭的一個 就是一個屬於研究的中心呢 其實就更加視乎你有沒有一個實驗儀器在那裡 那麼這裡又要補充多一點點的 其實呢 在隔多不用很久了 現在這一刻呢 就是說中國擁有著一個最好的儀器 來去幫他們將這個低頻重力波背景去量下來 但是其實呢 去到這個 應該是可能等多幾年左右而已 那應該就在 也有一個跨國研究小組 也都有一個新一代的儀器呢 就出來那個的能力是會超越到中國那個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會說 這些東西最後就可以是合作的 不需要說大家分得這麼開的 因為那個儀器追趕 那個競賽都是非常激烈的 那你大家都有一個好的儀器 大家合起來來做 那大家一加一就會大過二咯 我覺得有些東西就... 但是現在這個不是一加登議 這個是靈和遊戲來的嘛 我厲害 有人認為是靈和遊戲而已 實際不是啦 好啦 那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提到的就是 就是愛因斯坦 他是不是真的不喜歡計算的呢 這個 他說自己數不好 但是很強調一點 愛因斯坦說自己不喜歡計算 數不好呢 他的數依然都好過我們很多人 哈哈哈哈 就是 我想他說他自己計算 不要不喜歡計算 他其實是講得準確一點的一件事 對於一些很繁複 需要驗證得很辛苦的數呢 他是很粗心大意 他很懶得計算的 就是由那個因斯坦到他認為是正確的 照計就是實際的那些運算操作的那些東西呢 很繁複的那些呢 交給其他人去跟就算了 那很有趣的 就是這種對於很多的大師呢 其實就是很喜歡想事情 很多新的idea那些人呢 你Openheimer自己也是的 他不會喜歡去出一些 要計長篇大論數的那些這樣的論文的 反而他那些論文就以文字為主 以那個你思考問題的角度和創新性為主 那你說愛因斯坦他自己都是像這個style的人 那你可以說他有資格去講這句話的 那因為他自己的確在他的理論創建的領域 是給了很多很前瞻性的結果出來 其中一個就包括了去預示到這個光 受到這個引力影響會走曲線 和這個引力場都會和其他的基本作用力的場一樣 在他上面傳送的所有信號都受制於光束 那所以呢 他都認為重力長這件事情 也都會他的傳遞受制於光束 那所以呢 也都會有重力波的現象在這裡出現 那純粹由他的理論上就已經可以想到這些東西了 那他這種思考方法和Heisenberg那些有什麼不同呢? Heisenberg就是一個出名喜歡用數帶去想法的人 那在開發那個量子力學的理論方面 Heisenberg和他的師傅級的人話Neil Bohr 那Neil Bohr很多時候又要怎樣呢? 要追回他計算出來的數來思考裡面的意義 就是Neil Bohr自己是一個大師 他就喜歡先有資訊 再試一下計算去論證 Heisenberg去創建了他那套 那套叫matrix mechanics 那套舉陣數學的方法 來去計算那些舉陣的量子力學 就計了很多結果出來 那些結果都未來得及自己去消化去理解 然後反而就由他的師傅看得出來 哦!原來是這件事 那這樣說 就是在哪一些場合可以用到哪一套東西呢? 其實有時候有少少要倒運氣的 在量子力學的世界裡面 我們剛巧找到一條式 找到一些數學工具 他能夠是那套工具自己本身是很解釋到 這個量子的世界 甚至乎 於是就是這樣說 很多東西是很有預測性的東西 是可以由他那套理論去推導出來的時候 你將那套稅學推到盡 你就可以獲得很多的結果 但是有很多東西就未必是這樣的 尤其是當牽涉到有時候 你那個理論 你那條方程式 去到某一個地方就會break down 計不到下去的時候 那你那套理論就沒有預測性了 那那些時候你就反而是一些有煙世的人 就才能給得到更加多的創建 和領導了那個研究的方向 但是去到現在這兩個已經不同了 就是現在是誰有一個實驗的機器 就是儀器 誰就決定到那個研究方向 對於那個重力波是會是這樣 另外粒子物理也是這樣 所以你說誰的粒子加速器夠大 是吧 另外就是誰的重力波的儀器夠厲害 是吧 另外簡單一點 誰的激光粗一點更厲害 你發覺也會由那個儀器去決定 你在那個行頭的領導力 還有哪個電腦運算能力夠厲害 又是了 那些甚至跟AI的東西有關 是吧 好了 那我們今天完成了副學生之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好